軟弱,即是覺得自己不定,但神是可以使用任何一個人的 我剛剛去宣教回來的,其實我看到當地的人都很軟弱 但當有人願意給神用的時候,神就大大使用 其實我去到哪個地方都發覺,人覺得自己軟弱,他就什麼都做不到 但人知道神可以使用他,他就會有信心,就會很不同 人天生很自然就會輕看別人的瘀躍,不夠聰明,不合格,不行 當我們很容易輕看別人的時候,也會很容易輕看自己 即是說,我不行,我不合格,就會覺得自己做不到神所做的事 其實我們的神是真是全能的神,祂是什麼都可以的 只要我們有信心的時候,神可以大大興起軟弱的人 其實我很多時候,我們的弟兄姐妹,我們都會訓練一些人的事項 而其中有些他本身,甚至有些有情緒病的 他們被醫治,醫治之後,他們就可以幫助別人 即是說,沒有人是不可以被神使用的 我希望大家深深都相信 即是人很容易就會看自己不夠聰明,為何我這麼差勁 為何我學習不像別人,為何我這麼黑仔 即是很多事情都會覺得很慘 即是人有時會很容易看到一些負面的事 那如果輕看自己就放棄了,就覺得做人很難 我為何會拋棄我的世界,還有什麼值得留戀呢 即是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地方 但是神就不是這樣看過我們的 神是從鷹排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 詩篇八天第一節,我們一起讀一下 這個經文就講到我們的神,你的命 你的命在全地何其彼 你參與榮尿,將展於天 你因敵人的緣故,從鷹排和吃奶的口中 建立了能力,使仇敵我報仇的閉口無言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 便你所陳設的月亮星神 便說人算什麼,你竟固連他 世人算什麼,你竟固連他 這個經文就講到我們的神,你的命在全地何其彼 你神的命真的很美麗,神是很奇妙 我們去到周圍都見到很多神跡其事 我亦都有在網上,如果大家有興趣去看 如果你懂英文的話,你看一個節目叫 It's Supernatural 即是It is Supernatural,超自然 它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超自然的經歷 並且你在YouTube看,你可以有字幕 你可以有英文字幕在下面 如果看不及,你可以看下面的英文字幕 你並且可以翻看翻看 你看一下,你就會明白它的意思 如果你都有這個基本的英文程度 都會幫助你提升英文 在裡面,你會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 很神奇的經歷 有很多人看起來好像什麼都做不到 我看這些經歷的時候 真的加上我的信心 看得到神在這個世界上做很多奇妙的事 你的命在全地何其彼 真的很多人都說神真的很奇妙 神做的事真的很奇妙 神是一位很有神職其事的神 是凡事幫助我們的神 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 即是這個天地,我們看到神的榮耀 神的榮耀,我們從很小的東西就算 我們看花草樹木 你看到那些草,你看到那些花 你拍一張照片 是拍不到透明的程度的 你看到那些花草,或者你看到手 你看到人的樣子 那些肉是有些少透明的程度的 但你拍照的時候是拍到一塊的 是拍不到人的那種肉的透紅的顏色 這就是神的創造的奇妙 即是就算由普通的花草樹木 普通人的身體 我們都看得到 你看到很多東西 看到背後的血管 然後你試試拍一張照片 你看一看是很不同的 是拍不出那種生命 譬如有時候我們行山 我們都很多時候看到很美的景 但我拍的時候 拍完發覺完全看不到 即是完全拍不出 我們本來看到那種層次 那種顏色的不同程度 我真的覺得神造是很美的 而且我們眼睛很特別 即是我們眼睛能夠看得到這麼清楚 我們眼睛能夠 雖然有些東西很遠 我們能夠Zoom面 雖然我們眼睛其實 Zoom面就不及於那些 Zoom的鏡頭 但我們一下子又可以放闊來看 我們真的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們眼睛真的很奇妙 神啊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 你因敵人的緣故 從鷹鞋和吃奶的口中建立 有些人好像鷹鞋和吃奶是軟弱的 但是從他們身上會有能力 等仇敵見到的時候會羞恥 就是說他們這些人 他們有神的能力 他們雖然表面看上來比其他人軟弱 好像鷹鞋一樣 但是當他們有神的能力的時候 他們是超越世人的 這個就是彰顯神的榮耀 我們怎樣能夠彰顯神的榮耀呢 就是我們必定有神的生命 如果我們看世界 我們就會沒有神的生命 一定是親近神 時時親近神的時候 時時數算神的恩典 相信神的愛 時時宣告神的愛 主要你愛著我的 我們又全心愛你 全心相信神的愛又愛神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能夠活在神的愛中 就能夠有彰顯神的生命 我去到不同的地方 我都是訓練一些人 可以怎樣愛慕神 其中有一個人 他平時親近神的時候 他都發覺要一段長的時間去親人 他學了這種宣告神的愛 和愛慕神的祈禱 很簡單的 神在愛我們 我們全心愛神 當我們這樣的時候 他就發覺 他就能夠隨時 一祈禱的時候 即刻經歷到神的能力 他說人祈禱的時候 那個人也即時經歷到 他就看到原來 神是很樂意將他的能力 和同在賜給我們的 神不是要等到我們很久的 我們不用要等很久的 我們是隨時 你有信心 隨時可以經歷神的 在最後之後 我都可以為大家託告的 可以幫助大家 怎樣隨時經歷到神的同在 這樣的時候 我們去到很多地方 那些人都很大的更生 我觀看你子樓所做的天 和你陳節的月亮星授 就說人算什麼 你已經顧念他 就是你看到 如果你試一下 找個地方躺下 仰望天 你見到 當然在香港很多時候 真的不太行 因為太光了 所以看不到 但如果你找到一個地方 看到很多星 以前在香港也可以 那時候我們躺在天盤 看到天上很多很多星 但現在很難找到這個地方 當你看到很多星的時候 你一路想像自己飛 飛上去有多遠 有多遠 一路飛 一路這樣看的時候 你看到真的無限量 天空真是無限量 你一路想像一路飛上去 神創造這個天地 這麼偉大 這麼有能力 我們一個人 算得什麼呢 這麼微小 在這個地上 這麼微小 但是呢 神都顧念我們 我們是很特別的 就是神 將我們提升的 不是我們本身很特別 而是神將我們提升 成為很特別 我們成為呢 是神所體重的人 我們希望我們都會說 我們一起宣告 我們是神所特別體重的人 神將我們的地位提升 成為神的兒女 有特別的身份 有特別的權力 有特別的能力 也都有從神而來的智慧 恩事 能力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就是世人算什麼 你竟顧念他 其實我們算得什麼呢 但是呢 神都沒有看輕我們 有第五節繼續 你叫他給天使 一起讀一下 微小一點 並斥他榮耀尊貴為觀念 你派他管理 你首所造的 使萬物就算一切的牛羊 田野的獸 空中的鳥 海裡的魚 凡驚行海道的 都伏在你的腳下 耶穆說 我不得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 我得美 你叫我們被天使微小一點 雖然我們是被他微小一點 現在 將來我們比他更加偉大的 並且 次我們榮耀尊貴為觀念 即是人其實呢 可以有神的榮耀尊貴為觀念 我們是可以彰顯神的榮耀 當人仰望神 倚靠神的時候 他生命就彰顯出神的榮耀 就會讓人看得出我們生命的寶貴 但如果人靠自己呢 就會是很慘的 即是我們去到很多地方都是的 見到很多人 經常都說 哎呀 我很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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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多病 其實很多人的生命 整個生命破碎是怎樣呢 就是他 因為沒有被神掌管 他就由他的情緒受影響 以至他影響他健康 人的情緒不好 他健康就會不好 整個人就會沒有力量 就很煩 人際關係又不好 不能夠在神裡面放膽 去祝福人 去關心人 那時候呢 他整個生命就會 逐樣逐樣被魔鬼拿走 因為魔鬼來就是偷竊殺害毀壞 他會將人所有的東西拿走 即是很多人就不知道 他們以為呢 即是看世界 看看賺多少錢 即是很多基督徒都是這樣的 你看人兒子賺多少錢 你看你賺多少錢 即是用這些方法看 就是將 令到人心亂灰心的 如果我們用世界量度的方法去看 基督徒可以很灰心 但如果我們看神 我們就可以很有力量 即是看世界 看錢 看有沒有健康 看有沒有力量 看能否及人 讀書夠不夠聰明 即是很多人都會用這些方法量度 用這些方法量度的時候 人就會軟弱 就會比較人的時候 覺得自己不行 但如果我們說 我們有神 我們有喜樂有平安 你會發覺神就會給你各樣的東西 神會給你各樣的聰明智慧 你原來看世上的聰明智慧 你就得不到 但你看神的聰明智慧 你會得到更大的聰明智慧 求主幫我們 是 深信我們已經有榮耀尊貴為觀念 我們是可以活出榮耀尊貴的 我們不需要被人影響 我們不需要心裡負面 還有你派我們管理你手所做的萬物 一切的牛羊田野獸 空中的鳥海裡的魚 凡驚行海盜都服在他的腳下 所有一切都服在我們腳下 人可以有這個權力去管理萬物 因為神給我們有聰明智慧 我們能夠去管理 幾強壯的老虎獅子 我們人也有辦法去打贏他 或者空中的飛鳥 他似乎飛得很高 但我們也有辦法捉到他 因為神就做給人 有這個權力去管理 不過可惜這個世界上的人 很多時候未必是管理 有時候是濫用 以至這個世界被污染了 聖經也有說到 在以賽書也有說到 污染了這個世界 以至這個世界變差了 但如果我們有神的同在 我們就會有神的德性 我們就能夠把這個世界管理好 但這個世界已經一直走向下坡 因為聖經已經預言了 這個世界會走向下坡 在耶穌回來之前 敵基督出現的時候 這個世界是會污染的 我們知道是會這樣 但我們有神的人 我們是會彰顯神的榮耀 我們不需要懼怕 我們心裡有剛強壯膽 站立得穩 然後他就說 我們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真是很美麗 你所創造的一切很美麗 而你將人提高我們的身份 叫我們有這個權力 可以管理萬物 可以管理天地一切 這個是神的恩典 我們人有這個權力 如果我們走神的路 神就祝福這個地 即使在這個世代 如果人真是回轉 世人回轉 回到神那裡 這個世界也會祝福 神會祝福這個地 但可惜全地的人 很多都是拒絕神 如果我們更加努力去傳人福音 更多人去聽神的話 神的祝福會更多臨到更多地方 神會使用如絕的人 叫有智慧的羞愧 即是說如絕的人 並不是比別人差的 如果我們智商不及人 不要小看自己 神可以提升我們的 古龍多前書一章二十七節 神卻簡選了世上圓絕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簡選了世上軟弱的 叫那強壯的羞愧 神那簡選了世上卑賤的 被人厭氣的 以及那無有的 為要廢掉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氣的 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這裏說到神簡選了世上 如絕的人 叫有智慧的羞愧 就是有些人似乎看上來 他智慧不及人 但是神可以用他們 叫那些智慧的羞愧 我們有親近神的時候 我們時時親近神 有信心 有信心達出 為神去做 神吩咐我們所做的事 你就會你所做的事 比智慧的人更加大 這個是神可以賜給你的 我發覺神 神使用我在很多方面 我感謝神 神給我很多各方面的智慧 很多方面 神又給我有行心去學 但是給我有聰明智慧 譬如在我彈琴來說 我在彈琴的時候 我是一次一次的突破的 我曾經有一次 我為了同一個人去 其實我彈琴到由頭到尾 我都是正式學琴 就是學幾個月的時間 我正式學彈 就是看五線譜 幾個月的時間 我全部學的 我都是用彈琴 但是我學的時候 的確我學過看譜 但是我覺得看譜的限制太大 而且世界上的人有兩種傾向 一種人是喜歡彈看譜的 一種人是喜歡自由彈的 那我一開始彈 我已經是喜歡自由彈的 而最起初彈的時候 就不是學了才彈的 是因為那時候團契需要學 那我就 有人告訴我 有一個琴買了 是單手可以彈一個單音 然後左手 它就可以彈一個音 彈一個音 就會有一個和弦出來的 那時候我都未懂得惡理 我就買了回來 我就 右手彈什麼 左手彈什麼 就是這樣彈 彈出來都可以 那後來呢 我回到香港 我就跟老師學 那學的時候 我就學了 怎樣更加可以善用 那這個是我初段的進步 那後來呢 我也都跟過葉錫安 那他彈琴很自由的 那我拍了他 我上課 上課 大約兩三課 那他拍了他 我就回來看了 看著重複重複 跟他學 跟他練 那然後呢 我也都在不同的情況 見過不同彈琴 那彈琴的時候 我就感受到他所彈的音樂 我感受他彈的音樂 那我就 其實他沒有教我怎樣彈 但我感受到他 然後我就試一下彈出來 然後呢 在大約一兩年之前 我就曾經有一次 為了要跟一個人伴奏 那我就去嘗試彈的時候 我就忽然間 可以這樣彈 那很自由 那我彈的時候 咦 可以這樣自由 那我就嘗試這樣 繼續這樣彈下去 那有很多歌呢 彈出來就很不同了 即是一次一次呢 一次一次 一步的提升 那我想說呢 就是說在聖靈充滿的狀態 我們是可以被神 一步一步的提升 神可以一步一步提升 我們的生命 我們不用停留在某個狀況 我們也不用說強求 我們好似人家 譬如你說 我沒有彈琴的因子 那是不是我都要學彈琴呢 不是的 不是每一個人都需要學彈琴的 你是有這件事你就學 你有這個神給你的感度 你就去學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無論你學什麼 你都可以衝破的 譬如在我們群體中 我們有些人是講信息的 譬如我太太也曾經試過講信息 他起初的時候 他也不太能夠接受到 但他後來也能夠說得到 那這個原來 是真的可以學到出來的 是可以訓練出來的 是可以被神提升的 並且我們有些人說 他講講講講講 越講也有信心的 我的目的就是 將來他們能夠自己都出去宣教 自己帶領 不用一定我去的 今次我去的時候 我帶兩個姐妹 這兩個姐妹 從來沒有說過信息的 但是他們問我們 你可不可以他們兩個 分開去他們去講信息呢 他們兩個初頭都說不行 但是我問過他們 他們想了大輪 後來想了很久 又祈禱求神 大領他 最後他們都說 好了我們決定去做 最後決定去做 決定去做的時候 誰知道神給他的考驗 我明明給了一些筆記 有些經文的 他又不見了 不知為何會不見錯 然後呢 他自己要寫過 自己寫過 反而可能比他更大的操練 神有時就是這樣 比他們更大的操練 結果都是講得好的 我想說 人有時候 你有膽量 有信心 在我講信息的時候 我不是這樣講的 而是我心裏面有信心 有火熱 要將神的信息傳講出來 去影響人的生命 神可以使用這些信息 神可以大大作供 人可以被神改變 我希望大家都會 聽到有信心 其實每一個人 你有自然的傾向 神做每一個人 有自然的傾向 你有自然的傾向 做某一些事奉 你又嘗試在那些事奉上 衝破去做那些神給你做的事 並且你說 神比我聰明智慧做得更加好 你可以更加進步 每一個人都可以進步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信心 神可以簡選如絕的 叫有智慧的收窺 可以成為 真是叫人們覺得 那些信耶穌的人 本來的智商這麼低 怎知他可以做出來這麼好的 還有簡選世上軟弱的 叫有強壯的收窺 就是本來軟弱的 怎知他可以叫那些強壯的人收窺 簡選世上悲賤的人 叫人們看小的 被人厭棄的 無有的 說要廢掉那有的 令到那些有的人 知道自己所有的 真的 是完全不能比較的 被一世人所有的 如果不是靠神 所有都是虛無的 叫一切有血氣的 在神面前 一個又不能自誇 我們沒有一個人 能夠在神面前自誇 我們 水 沒有一個人 能夠在神面前自誇 我們一切所有 都是從神伯伯而來的 是完全是神所賜給我們 是沒有可誇之處的 求主幫助我們 就是知道 我們有的 我要誇要是誇要神 不是誇要我們自己 而我們有什麼 在神裡面做得到 我們就說多謝神 多謝神給我做得到 是神賜給我的 我就靠著神 凡事都能做 這裏是一個人 這是我在宣教的時候 認識的一個人 他曾經在侍奉的時候 他曾經見到一個 雅巴 早三年多的人 他就有信心去委祈禱 跟著這個人 居然可以開聲說話 然後他有兩次被人搜捕的時候 有一次那些人明明在他眼前 他就爬了在地上 那個人站在他面前 他爬了在地上 但是那個人看來看 為什麼明明看到他在那裡 為什麼走到那裡 但是他站在地上 站著 他完全看不到他 然後他就上去 另一個地方 躲在床上 然後當那些人來的時候 他就捐到床下底 但是那些人伸手去摸 摸來摸去照 硬是照不到他的 兩次都捉不到他 是很神奇的 我在網上都有放這個影片 這個人 他是信了耶穌 因為他的宗教 是不讓他們信耶穌的 如果他們信耶穌 是會被殺的 那他被他家人綁住 二十多天沒有吃沒有喝 所以他完全沒有力 然後呢 他爸爸拿了一把刀 放在他的頸上 就說 你再信耶穌 我就將你殺死 那他那時候是完全沒有能力的 他的心裡面就呼求神 一呼求神的時候 他就覺得一種力量 從頭到腳 整個人經過能力 當他有這個能力 他就大聲喊出來 一喊出來的時候 他爸爸就立即跌在地上 跌在地上 那一把刀就戒傷了他自己 那家人就很害怕 立即帶了他去醫院 就變成門沒有鎖 因為他二十多天都鎖了他 那他有力量走出來 走出來然後找了一個的士 那的士是基督徒來的 然後將他載到基督徒那裡 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傳信耶穌的人 受迫伯 那種 他經歷到神那種大能 就是在人來說是不可能的 就是在神來說是凡事都能的 他呼求耶穌的時候 他就有能力了 大家就可以看到這些英文字幕 如果你在網上那裡 設定了可以看到字幕的話 這個張志雄牧師 他現在是牧師 但他曾經做過什麼呢 吸毒 吸毒吸得很厲害 吸毒 打針打到 他說有一次打完針 他說整個人軟了 為什麼呢 看看原來他打針的地方 那個傷口沒有埋到口 整個傷口全開了 那些血不停淋出來 他整個人暈了 整個人 但是他那次沒有死 還有他試過做乞醫 他也試過吸強力膠 其實強力膠是非常破壞腦的 就是這樣的牧師 但是神居然揀選他 神揀選他很神奇的 就是他以為真的沒有希望 神就跟他說話 並且神就讓他看到一個字幕 他在那裡求神的時候 其實是神要他求神 他就看到一個字幕 就是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就使你雲得安息 他就在那裡問神 神啊 你是不是真是真神 你是不是幫到我 他就看到這個經文 然後來又看到另一個經文 就說到 在耶穌裏面 就是一個身造人 神就呼召他 其實他曾經多次都是回頭軟弱的 但是神又再拉起他 結果後來他做了牧師 現在都是侍奉著的 這個人叫Maurice Sarula 石毅樂 他是猶太人 他小時候很小時候 他父母就意外傷亡 兩個都死了 交通意外兩個都死了 所以他很想自殺 就是一個這麼小的小朋友 就經常在孤兒園裡面生活 他覺得人生是很無意思的 但是他這次想自殺的時候 忽然間神的榮光出現 他就不自殺了 感覺到他都明白是什麼 但是神的榮光出現 他就不自殺了 又在孤兒園的時候 有一個護士傳福音給他 和送一本聖經給他 他就信了耶穌 他就有很大的改變 很大的改變 但是結果 那個孤兒園就是猶太人辦的 就是要他走 你信耶穌就要走 你不能留在這裏 結果是一個落雨 落雪天要離開 在十月落雪天要離開 他離開的時候 他就為了兩個天使拖著他 帶他走 一路走 走到見回這個護士 因為這個護士都被人炒魷 因為他傳福音被人炒魷 他就見回這個護士 這個護士就幫助他 後來安排了其他地方 有人照顧他 他就在這個時候 十五歲就開始傳道 小時候就開始傳道 很有能力 變成很有神的同在 他十五歲就被帶到天堂 他看到神的榮光 而且在天堂 他就看到神走過 耶穌走過腳印 那腳印一走 看上去見到 穿了洞 就是那個天上有些雲 穿了洞 看到地獄 看到地獄 那些人很痛苦 他就在天堂看到人的痛苦 令到他很想去拯救人 他在聖經學院 他那時候一直都有去講道 在聖經學院的時候 他有一次打球 被那些雷球打中 打中 那個下巴跌了下來 跌了下來 他又被人請去廣道 廣道的時候 嘴巴歪了 但當我一開始說 那個嘴巴馬上回頭 那些人立刻很驚訝 在這個復興就在這裡開始 就是那些人很驚訝 哇 明明他嘴巴歪了 明明今天被打那個淚球打中 那嘴巴歪了 忽然一開始說 立刻嘴巴好 就令到那些人 真的看到神的真實 他就是經常都這樣相信 因為他聽到神的聲音 所以他經常都相信 神是作主作王的 神是掌王權的 神是會掌故一切的 所以他就很有信心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信心 就算你沒有聽到 其實神的聲音是可以聽到的 我今天下午在這裡 我會講到聽神的聲音 下個星期就會講到 知識言語和先知性的恩賜 剛剛這兩個星期 如果你有興趣 那兩次都可以的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聽到神的聲音 因為任何人都聽到聚 聖靈提醒我們關於聚的聲音 這也是聖靈的聲音 但有些人是特別聽得更清晰的 他就知道神的工作 他就很有信心 他也堅持下去 他一次聽到 他就繼續相信 繼續相信神的工作 他繼續相信的時候 神就使用他 即他在講之前 其實按照人來說 我請假 但他沒有請假 他依然放心去做 他31歲的時候 他講到忽然間倒地 那些人就將他抬回他的酒店 他就在祈禱 他就問神 神啊 你想要我的生命怎樣 神就跟他說 神就跟他說 我想你就是 你不要只是你自己做 我想你訓練人 因為他只是自己做 神就想他訓練人 這個他的呼召 和我的呼召是很相似的 因為我們自己做 我們做的是有限度的 他就去到哪裡呢 他都會有一段時間的 侍奉訓練 他去到哪個地方 他做那些聚會 他就跟著會有侍奉的訓練 所以這個就是帶動一個 訓練當地人 如何在聖靈和各樣的事奉運作之中 我去到也是 我經常都在編前 我是訓練事奉的人員 訓練傳導人 牧師和願意事奉的人 給神使用 神就說 我要你建立一隊軍隊 一隊侍奉神的軍隊 其實在他侍奉沒有多久 因為他有很多神職歧視 所以他做的侍奉都是很大規模 這個不是每個人都一樣的 不是每個人都一樣的 但是這個 神給他的呼召是這樣 他去到不同的地方 他都是有 這個就是羅省的 菲律賓 阿尼拉 他的聚會 在所有聚會都有很多人被醫治 這個就是他的聚會的特色 很多人的擺掌 輪椅就拿出來 也曾經在香港 曾經有舉行聚會 在台北 在韓國 韓國有很多次聚會 墨西哥 在巴西 印尼 非洲 尼日利亞 西班牙 南非 俄羅斯 他曾經做過什麼呢 他現在85歲仍然在生 事奉 七十年 十五歲開始事奉 他曾經去過九十三個國家 四百個城市 在各地做了很多報導會 和事奉的訓練 訓練了五百萬的基督徒領袖 有信心很多神跡 可子 碧眼的龍的人被醫治 有電視的節目 寫了二百本書 很多教材 也曾經建立很多有影響力的牧師 他從什麼人開始呢 就是一個孤兒開始 是想自殺的一個孤兒 神可以興起一個軟弱的人 沒有父母養大的一個孤兒 神可以這樣使用 我們都有父母養大 我們上大的時候 都有機會讀書 或者其他的條件 但有時候 我們就沒有這個信心向前去 那你說 我都沒有什麼信心 以往 那你現在可以開始的 不是太遲 因為神的計劃 在每個人生命中 都是很大的 是有沒有走出來的 在詩篇一百三十九篇十五 到十六十七十八節 那裡講到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日 你已經寫了你的策相 神啊你的意念 向我雄能寶貴 奇數何等眾多 神是有很大的意念 但很多人 他活出來是很小的 因為他的心 不是放在神那裡 他心沒有放在神那裡 他就走出來 不要說你不是傳道人 所以你做不到 其實每一個人 你不需要是傳道人 你可以影響你周圍的人 每一個都可以的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信心 其實有時候我去宣教 你有時間去的 你可以告訴我 你去一下 你會很不同的 你的信心會很不同的 我們無論如何卑微神 都能夠賜給我們權勁去做大的事 耶穌曾經說 以後福音十四章十二節 一起讀 我實實在做一些 告訴他 我所做的事 信那些人也要做 並且要做給更大的事 因為我往父那裡去 有些人說 怎麼可能做給耶穌更大的事 這是指到耶穌在世的時候 那些事 譬如你看這些聚會 耶穌在世沒有那麼大的聚會 因為他沒有抗音器 也沒有那麼多人聚集 所以耶穌在世上的時候 即是可能人數幾千一萬 已經是頂籠了 但這些聚會有幾十萬的 很大的聚會 是因為有抗音器 才可能有那麼多人聽得到 那這個是我們比較耶穌在世上的時候 可以做更大的 但比較耶穌現在天上 沒有人做得更大的 沒有人做得比耶穌在天上做的更大的 但可以比較耶穌在世上的時候 做更大的 但不是更好的 耶穌做的沒有人可以比他更好的 但可以做規模更大的 那現在的確上 是世界上有很多人所做的 規模是很大的工作來的 神是全能的 能夠提升任何人 不要給自己的條件 來限制住 《春安及記》四章十一節 耶穌對他說 誰做人的口呢 誰做人口啞以龍目明眼閃 你不是我耶穌嗎 現在去罷 我必賜你口才 指教你當說的罷 摩西說主啊 你願意打法誰 再打法誰去罷 這裏的神就說 我能是誰做人的口呢 是我做的 我能夠賜給你口才 指教你當說的話 但摩西的反應是什麼呢 是否立即說 我願意呢 不是的 你願意打法誰 你就打法誰 他依然是不願意的 但神始終都是差遣他 和阿倫出去 使用他們兩個 即是說神呢 其實沒有一個人 是沒有資格 可以給神用的 其實我們一輩子 我們記得 我們有些什麼存留呢 你存留的 是不是就是賺過錢 養了子女 回過教會 做過一些些少的事奉 你是不是覺得 就是我停留在這裏呢 其實你是可以突破的 我經常去哪個地方 我都會告訴別人 你可以突破 你可以做一些 神給你的意念 神會給人有意念 他會給你的意念 是可以突破的 你會想像不到 你可以突破到一些東西 是你以前以為不行的 我希望你有這個信心 神會給你感動的 你問神 神有什麼可以突破 通常我會告訴別人 你不要先找一些大的 你先找現在眼前的 你眼前 不過你說 我家人全來全去都不信 有時候家人全來全去都不信 你不要停留在他們身上 還有很多人需要的 在教堂有些人需要鼓勵 你先鼓勵那些人 你鼓勵那些人 你就能夠有信心鼓勵其他人 當我們幫助到周圍的人 我們就幫助到更加遠處的人 當你幫助到一個 你就學到幫助到更多 其實我是很樂意奉獻人 去他自己的教會 興起人 去如何祝福人 興起人 如何去輔導 去為人討告 興起人侍奉 而我們訓練員 有些人 都是請他們 在他自己的教會 來自己的教會 中心去做 神去使用 誰能夠被興起你呢 誰呢 很重要是誰 有些人說 那些聰明那些 那些夠力的那些 夠膽的那些 夠信心那些 當然 夠信心才行 但信心不是天生的 是你願意達出幾多 神的勇 你幾多 首先我們知道 我們自己微小 就謙卑自己了 十八章 馬太十八章四字一起讀 所以 凡自己謙卑像者 小孩之的 他像天國女就是最大的 即是說 你願意謙卑 願意被煮粉碎 這個人就可以被神用 如果你說 我已經夠聰明了 我已經做得夠好 那你就不能再提升了 但你說神啊 我需要進步 我自己需要進步 我太太都 時時給我意見 我都會問她意見 我怎麼可以提升 她會給我不同意見 她給我意見的時候 我會多謝她 這就是謙卑 我才能夠進步的 好像一個伯父長 她會有個好謙卑來到耶穌面前 反而有很多本國的人 沒有這種謙卑的心 謙卑和自卑是不同的 謙卑是怎樣呢 我所有的風性都來自神 自卑是甚麼 我生命不會有風性的 我們不是要自卑 我們是謙卑 神會提升我的 不是我夠好 自卑是甚麼 我不夠好 我不會被提升的 謙卑是 我可以享受神的愛而喜樂 自卑就是 我不能夠享受神 亦都不能夠喜樂 我希望大家 不在自卑那裏 而在謙卑那裏 就是我們本身是卑微 但是神會興起我 神會祝福我 將我提升 我是會被提升的 你跟旁邊說 我們會被提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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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大大被神使用的 我們不要停留在這個地步 不要停留在這個地步 第二 我們怎樣才能夠被神提升 一定是專心愛神 跟神的關係好的 詩篇九日一篇十四節 神說 因為祂專心愛我 我就要達救祂 因為祂知道我的命 我要把祂安置在高處 祂若求告我 我就應允祂 祂在急萬中 我要與祂同在 我要達救祂 使祂尊貴 神會將祂安置在高處 祂成為尊貴 誰愛神 神是知道的 祂求告我 我就應允祂 祂在急萬中 我就和祂一起 我要達救祂 使祂尊貴 神會將祂成為尊貴 和安置在高處 這裏 這經文告訴我們 有人爱神,但有些人说,我爱神不够 我爱神的心不够,其实土神起来很容易 圣经里面让我看到,是容易 譬如耶稣说,你将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女喝 这人不能不得上次,其实耶稣说很容易 一杯凉水难不难?不难的 一杯凉水,你就不能不得上次 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天上为他欢喜 所以你悔改,天上为你欢喜 你为耶稣做什么事,神就欢喜 耶稣所说的,不是说你要救到一个灵魂 你才不能不得上次,是一杯凉水 所以耶稣是用最低的要求告诉我们 总之你找耶稣,耶稣说我需要你 求主赦免我,求主帮我 我倚靠耶稣,我拉着耶稣,我爱耶稣 为什么我爱耶稣都很简单 耶稣是我生命,耶稣是最重要的 我将耶稣放在手里,耶稣就会欢喜 耶稣不是要你做到最尽,他才开始欢喜 你开始,你说耶稣,我感谢你 我不会祈祷,你教我怎么祈祷 我不会怎么爱你,你教我怎么爱你 你由最简单的开始,耶稣说帮我,耶稣就会帮你 我希望神真的会感动我们,会对神有回应,去爱神 然后将身体献上,心意更新而变化 然后才能够察验神的善良,顺存可器的旨言 圣经有讲到,神有计划 不过这个计划不是人都自动进入的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是圣别的,是神所起于的 你们如此事逢,乃是理所当年的 不要效法者的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顺存可起于的旨言 就是说,我们最好最好的路 因为这个世界全部都是神掌管的 你走完神的路是最好的 将身体献上给神是最好的,没有吃虧的 有些人说,我一只脚在耶稣那里 一只脚在地那里,在那些世上的东西 那两个世界都有 但其实反而你这样两样都得不到 因为神就不起了 但你的心真是神,我真是爱你,我看从你 神就欢喜,神就知道的 你将你的生命给耶稣,神知道 他就会祝福你的 其实有很多人,你不一定要全职事奉 但你的心是给耶稣 我无论什么时候我说话,我都是为了神的 这样你的生命就会影响到人的 第一,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神喜欢的,这件事是神喜欢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 那我们就能够察验,分辨到神的善良 纯存即是完美的,可喜悦的旨意 这个神最美好的旨意 你是一定,你将身体献上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 你才能够察验到的 而这样的旨意是神最喜欢的 而且自己被提升 你被提升,你就不再回头 你就会生命就会欢喜 你就会真的整个生命被提升 你就会整个生命被提升 但是,神能够使用每一个 无论你多软弱的人 神都能够使用 我希望大家听到这篇道 他心里会有些回应 有些回响就是说 神啊,我愿意听你的说话 我愿意回应你 在这一阵呢,我想 我就会谈求作为回应 你可能也有回应师歌 不过我用这个作为回应师歌 就不是要你们唱的 你不用唱的,你是反思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耶稣,你真不赞 主耶稣,你真不赞 耶稣提示我 耶稣 耶稣 耶稣在我身上 耶稣在我心中 耶稣 耶稣 耶稣在我身上 耶稣 耶稣 耶稣在我身上 耶稣在我身上 耶稣 耶稣 耶稣在我身上 耶稣在我爱着每一个 耶稣在我爱着每一个 耶稣在我怜悯着每一个 耶稣在跟我们每一个一切 耶稣在跟我们每一个说 我是掌管一切的 这个世界一切都在神的掌管里面 都在神的手中 我们的生命不能够走脱离神的眼目 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来到神那里 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神那里 我需要你 我愿意走你的路上 我愿意毁身 走你的路 我愿意毁身走你的路 求神感动我们 在这一阵感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 柔软 感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 被神天忍 被神带领 去改变 神的我们愿意被你改变 我们愿意走你的路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神会对我们说话的 在这一阵神可能感动你 去改变某些地方 如果神改变你 你一日对神的回应 神是我愿意怎么对你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四方我的臉 是我能見到你 四方我的臉 是我能見到你 兩種單車喊 是我能見到四方 四方我的臉 是我能見到你 教主幫助我們這一陣子 完全放下我們的煩惱 放下我們的衝動 神能夠帶領我們 神能夠掌握我們 神能夠使用我們的臉 釋放我們的臉 釋放我們的臉 因為我們願意 當你願意的時候 我希望你開聲 如果你有什麼地方 神感動你的 你對神有回應 你說神 我願意 有什麼願意答出 你試試一個一個開聲 不用怕 這個第一件事 你想讓神去提升 就是膽量 你能夠放膽地去提升 放膽地說出來 神是歡喜的 如果你有什麼地方 如果你有什麼地方 你想神去改變你的 神啊 使用你的 我想你能夠答出的 有時候你很難想像的 你說出來 神就會成就 有人願意 願意te可以說出來 宣BER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方 我的灵 是我能在你面 仰中丹射下 是我能在四方 四方 我的灵 来见败烈烈 主求你的感动在我们的心中存在 让我们继续在神的爱中 我们在这一刻可以小小的向神表达他的爱 就是每日习惯了这样表达神的爱 神都会感动我们 耶稣 耶稣 耶稣我爱我 可以跟着我唱 重复的一首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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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服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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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天父 求主继续感动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神不断跟我们说话 原来我们真的会回应神 我们就会被提升 我们不要小看自己 我们的生命是最宝贵的 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海里面 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生命浪费了 不要浪费了我们的命 我们的命可以给神大大使用的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多谢天父 我们下期再见